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从耶稀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 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 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 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 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 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他不凭眼睛所见的实行审判 也不凭耳朵所听的断定是非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 以口中的仗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 公义必做他腰间的带子 信实必做他斜下的带子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住 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 牛犊、幼狮和肥畜必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母熊一同吃食 牛犊必与小熊一起躺卧 狮子就像牛一般吃草 吃奶的婴儿必在毁舌的洞口玩耍 断奶的孩子必放他的手 在毒舌的穴上 在我整个圣山上面 这一切都不行伤害或毁灭之事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大地 好像海水覆盖海洋一般 到那日 耶稀的根必树立起来 做万族的旗帜 列国的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 到那日 主必再用自己的手 赎回他子民中的渔民 就是从亚述、埃及、巴特罗、古石、 以兰、士拿和哈玛 以及众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竖起旗帜 召去以色列被掳去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 聚集分散了的犹大人 以法连的嫉妒必消除 那敌视犹大的必被剪除 以法连必不再嫉妒犹大 犹大也必不再敌视以法连 他们要向西非 铺在菲利士人的山路上 一起掳掠东方人 他们必把手伸到以东和摩押之上 亚门人必顺服他们 耶和华必使埃及的海湾干涸 他要用热风在大河之上挥手 他要击打他 使他分成七道之流 使人走过去 也不会把鞋弄湿 为着神的渔民 就是那些在亚述盛下归回的 必有一条大路给他们归回 正如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的日子一样 词词词曲 李沙强